纽约市反恐事务副局长米勒表示 有证据表明 来自纽约市境外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成员 有意计划在抗议活动中煽动暴力 米勒说纽约警察局高度相信 这些未居民的团体组织 事先高度策划破坏性袭击和暴力 他还说自5月28日以来 被逮捕者中有七分之一来自外州 纽约市长白色豪周一表示 将尊重和平的抗议者 并处理故意制造暴力的分子 市长表示这些暴力分子 混入不同的人群中 让警察难以辨别 新唐人记者王愚赫纽约报道